那首先呢 它這個有爭議的就是雞腿嘛 是這個的雞腿嗎 這個對不對 看起來 好我們就邀請到我們第一位試吃的 那個攝影機跟著我們 來我們邀請到我們最會吃的 美食公道犬 好不好 狗都不吃 狗都不吃 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坐好 坐下 熊寶寶坐下 好 好我們就看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熊寶寶 你吃完跟寶寶講好不好吃好不好 超派 好不好來 小美食你趕快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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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不好 我們阿雄會吃啦 大家可以看到 超派!這麼多 啊!這麼多 那我今天來講喔 我們本來要付錢 但是呢後來被抓包 因為我們訂太多了 本來他沒有辦法出給我們 無奈之下只好說我們是管黨團隊 他們才願意賣 因為我們訂太多了 然後呢 他就硬不收錢 我沒辦法 我們真的要給錢他們不收錢 那我們在那邊還是感謝超哥啦 感謝文哥啦 但是我跟你們真的不認識 我們真的是 後來你們不賣我們嘛 後來沒辦法 我們說我真的要 是我啦 哈哈是我啦 我要我要吃啦 他們才說不收錢 這樣子 敢給我們 這樣 那我今天會 當然會做 我們今天很 這個是很多員工 大家一起吃的 所以待會我們也會隨機採訪員工 不要說我的意見為意見 那當然他悶過來40分鐘了 所以我們待會要 平價的部分 大家要 扣40分鐘的時間 可能沒那麼輸 好不好 那首先呢 他這個有爭議的就是雞腿嘛 是這個的雞腿嗎 這個對不對 看起來 好 我們就邀請到我們第一位試吃的 那個 攝影機跟著我們 來我們邀請到我們最會吃的 美食公道犬 好不好 狗都不吃 狗都不吃 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坐好 坐下 坐下 熊寶寶坐下 好 我們就看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熊寶寶 你吃完跟寶寶講好不好吃好不好 超派 好不好來 小美食你趕快吃 小美食你趕快吃 Hospicio 第一個論點叫狗都不吃 不會,我們阿熊 再一塊好不好 我們阿熊會吃啊 再來就是我吃 它有這個醬,蜂蜜芥末 這個是蔬菜棒嗎 先來個菜 好吃耶 這很好吃,我喜歡吃的 我說實在話 它這個雞肉不柴 我說實在話 他說用溫體雞做的 吃起來感覺的確像溫體雞 因為,而且它粉沒有很多 沒什麼粉啦 深海大魷魚耶 很大耶 好 也是好吃啊 它這個炸魷魚喔 它好吃的點讚 我真的沒有脆 因為外面炸魷魚比較小 有時候會太乾 炸得太乾,很硬 它這個不會 它這個軟骨就熱 為什麼會難吃啊 師傅覺得這一盒 那六九紅是價格不可以 我會這麼大隻耶 這都 這麼粗耶 我以前啦 做串燒店的時候 我們有進過 一根,這叫 魷魚餃 沒想 十年前就沒想啦 現在肯定 它這個要進一個量 它這個應該要進一個很大的量 其實我們拿到臉旁邊 比一下那個大小 應該是 我真的蠻大的 你有看到這個 這個打火雞嗎 你看這個 臭 接下來是這個炸雞筒 好,我們先 我喜歡吃雞翅 二傑 辣椒粉 它這個炸雞喔 可能是因為 因為我們從台北西門町再回來 你們剛剛開車開了多久 五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粉有點冷掉 冷掉了 實話實說 我覺得這個就比剛剛的雞塊 比剛剛的魷魚 差一點 但是呢 因為 五十分鐘 雞排 好,雞排 雞排有分紅雞排 然後白雞排 兩種 好 我就掰一口 就 就雞排 也沒有很差 就 應該是說 實話實說 就像你吃那個派克雞排 它是那種 皮比較 麵粉裹比較多的派克 派克酥酥的那樣 嗯 這個剛炸出來應該是不錯的 但是因為五十分鐘 還是 還是有點熱 但是我都說了嘛 沒有很酥 因為 冷掉了 有點受炒 為什麼叫紅白雞排啊 它的麵皮不一樣 一個比較像麵粉 它這個比較甜 甜口 好,再來 再來這個白雞排 那我一定喜歡薄脆的 好,一樣 就一塊起來 哇,這個喔 這個比較燙 這個比較燙 我比較燙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這個還很燙 嗯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這個味道比較好 嗯 你問我 因為台灣的雞排真的很多 我也吃了很多雞排 它來台灣雞排很多都不難吃啊 我覺得 它就是在內餡 它的東西就是內餡 就是 就是OK啊 就是OK的內餡 你說多好吃我實在是不會評價 但是你說我會不會吃 我會不會買來吃 因為它就是跟一般外面的雞排 好吃的那種雞排店差不多了啦 沒有什麼差別 結論就是不難吃啊 那你說很好很好很好吃嗎 我首推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很貴啦 謝謝 我最後就想吃一下 好嗎 大家我在說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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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